由教练郑凯文邻军的中正国小角力队 日前参加105年全国角力锦标赛 再度拿下好成绩 除了荣获国小男子甲组团体继军 在个人组方面更夺下了五金一银两铜 优异的表现让学校相当引以为傲 全国赛男子组的继军 然后个人赛方面呢 也有五金一银两铜 其实是非常好的成绩 当然不止这次 之前每次到台北市或是其他的地方去参加比赛 也都有很好的成绩 由于角力是一对一的个人竞技 一旦上场比赛就必须由自己面对压力 这对于这群小选手们来说是个大考验 也因为如此教练郑凯文认为 透过一场场的比赛不仅能训练抗压性 也能够让孩子找到自我的目标和成就感 在比赛的时候他是人对人之间在比赛 所以透过在比赛的时候 在比赛过程中他必须承受比赛的压力跟张力 那也要透过比赛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他是一场在上面 那大家的目光跟观众的目光都会注目他们 所以心理方面的抗压就会成长 在这次全国角力锦标赛中中正国小角力队队长郭天鹏 不负众望拿下甲组男子第九级金牌 他表示虽然参加过许多比赛 每次上场还是难免会紧张 但只要记住放轻松全力以赴就对了 虽然比过很多比赛 可是上场前还是会有一点紧张 所以都会就是帮自己先打打气 然后不要给自己太大用力放轻松 另外获得甲组男子第十级金牌的王婷宇 以及一组女子第一级金牌的张成婷 也都同样在教练的叮咛下做好心情调整 用最大的自信上场一瓶高下 教练就说不要紧张放轻松 然后就什么事情就不要去想 然后就给自己打气 相信自己会赢就不会紧张 上场的时候呢 要帮自己加油打气 然后呢 同学们呢都会帮你加油 虽然中正国小角力队才成立三年 已经征战了许多比赛 并且成绩斐然 而这群小选手也都在这当中 逐渐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而即将从国小毕业的郭天鹏和王婷宇 上了国中之后也将持续角力运动 期待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为国争光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 在乐队里里里的一个队上